有沒有這麼不合理 拿到我的瑞士居留證了 今天要講的就是如何能夠加速你拿到居留證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自己的寫類史經驗譚 首先呢你在瑞士 我覺得在各個國外的國家應該都有類似的問題啦 尤其是歐美 他們可能行政效率比較差的話 你多多少少會遇到這一類的問題 那居留證又是一個很重要的證件 他們沒有身份證這種東西 所以通常都是看 Passport 或是你的ID 所以如果你是外國人的話就是拿居留證出來 那所以到國外生活的時候呢 你去進行很多事項的時候都需要這樣的證件 例如在瑞士的話就是 你看開戶需要有居留證 租房子需要有居留證 然後辦理保險也需要有居留證 那但是呢 那個很吊詭的是他們這個地方的行政效率 不像是台灣那麼的快速 沒有辦法就是幾天內 幾兩天或是一個禮拜內 拿到你想要的東西 所以他們好像會有一些折衷的方式 講折衷嗎 就是要到折衷的方式 就是例如說 你辦你銀行開戶的時候呢 提取繳交你的工作合約 還有一些銀行需要的移件之後 銀行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還沒有拿到一個居留證的話呢 他們會給你三個月的期限 在你拿到居留證之後 向居留證提交給銀行 他們就可以保留你的這個帳戶 那如果你在三個月之後 沒有繳交證件的話呢 你的銀行帳戶就會被關賬 那另外就是 租房的話呢 有的租房公司可能就 比較了解這樣的情形 或是他們本來就打算就是 租給外國人的 就會 直到說你還沒拿到居留證的話呢 你可以拿其他文件來代替 例如說你的工作合約 你的老闆的推薦信等等 然後去證明說 你即將可以拿到的 permits的種類是什麼 那 permit的種類其實我沒有太去做 研究這個部分 那我自己拿到的是 permit B 那我在 恩 拿到permit B之前呢 是拿著 permit D 我覺得permit D 應該是短暫的 permit D permit D permit D 呃 我覺得permit D呢 應該是短暫的簽證 因為我在台灣的時候 出發前申請的 然後他給我的消息是三個月 其實很像台灣免簽 國家都是給你90天 你一時一樣吧 那 permit B呢 應該是你有工作簽 欸你有工作 然後你拿的是工作簽 那是一年一簽證的這種簽證 好像還有其他種類是什麼 LO或是 音響中應該是LO吧 好像是比較短期一點的 這我不能確定 所以就是 租房的時候有一次 會因為你還沒有 然後permit就被 打槍這樣子 或者是你要去提出更多的 證明文件證明說你會再 會失敗多久 那另外呢就是保險 我辦保險的時候是 經歷了兩個 申請第一個 申請就是 我是透過保險專員幫我辦的 然後保險專員 就是幫我申請的第一間公司 或者證實就告訴我說他們拒絕 拒絕我這個客戶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拿到我的簽證 那他就 又再幫我辦了另外一間 第二個公司才答應 但是第二個公司答應的 有一個彈數就是 因為銀行很像就是 給你三個月的時間啊 你拿到你的簽證的時候 再提出你的 證件證明的彈數 那 一般都 既然一般都給你開三個月的時間 我覺得可能多數 最久的狀況下就是三個月 那 我自己遇到的狀況呢就是 我到 我要出發之前 我到瑞士之前 就先寫信給學校的行政人員 說我什麼時候會抵達了 那行政人員 姐跟我說 記得要去 移民書的網站 去申請你什麼時候 要去辦理 那 其實它是會有一個流程 就是你在申請 工作的時候 像我自己的經驗就是 申請工作的時候 學校這邊呢會 會 叫你填 一些 format 那我的身份是填 format 1 那還有 填好format 1 之後還有其他的 需要繳交的文件 像是護照 英文等等的 那學校這邊 或者是你的雇主呢 會 將這個申請文件 交到 移民署 去 就是 看你的州的移民署 那交到 ocpm 之後呢 他們會有一個 開地一個 賬戶 每個人會有一個 自己的一個序號 那 ocpm那邊 會email給你 那你藉由這個序號 你可以登錄到 預約系統 去預約時間 那他們是去預約說呢 你到達瑞士之後 要去採集指紋 還有拍個人照 去放在 放在你的那個 簽證上面 個人照的時間 他們叫做bile 所以有點像是 個人生物質 認證資訊 那 去 做bile的時候呢 來交交 費用 兩百多塊瑞郎這樣子 不是一個 兩百多塊 但只合台幣大約 四千多 然後 然後 同時交交 那個 你的一些文件 包含 format E跟你的 工作合約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有點愚蠢 就是 呃 你的雇主 你當已經把你的 工作合約 已經format E 交交到 OCPM了 我不懂為什麼 OCPM在你去 做bile的時候 然後還要再轉變 但是 他們 這邊的 我指著他們這邊的 規則是 那 我自己呢 就是 在出發前 就預約了 我抵達瑞士的 第一個工作天 要去做bile 那 學校的行政人員 跟我說 就是說 我們 我要先去 我可以先去做bile之後呢 再去 學校找他們進行註冊這樣子 那我後來還才知道說 我在出發前收到的那份文件 並不是真正的工作合約 而是一個 預合約 告訴 上面是告訴 呃 大家說 這個人預計會什麼時候 在這邊工作 而不是 簽你幾月幾號到幾月幾號在這邊工作 我 並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 可能因為我 我會發文的關係 然後 這邊的官方語言 發語區的話 官方語言都是發文的 重要文件那種都是發文的 我就 就是 用 Google Translate 這樣 那所以我就沒有發現這個問題 而且 行政人員 學校行政人員 好像 也一直搞不清楚 那個程序 所以 我就在 到了 認識之後 直接去 OCDM 才知道說 我缺少了這一方面的文件 那 OC OC PM的官員呢 哪一天也是 其實 人也 算不錯 他就跟我說 既然你 馬上就要去學校的話 你可以馬上拿到文件 的話呢 你就在 當天 下班時間結束以前 再回來找我就OK了 結果 我到了學校之後 發現 沒 沒有這回事 行政人員 找不到 因為那當時 還在 呃 還沒有全面開放 他還在 違反後 你的狀態 而且 學校方的 註冊 也 不是馬上 就可以解決 OK 那我就 錯失了 那個機會之後 好不容易 拿到 學校這邊的 註冊完之後的 真正工作 做合約 我要去移民署 去辦理我的 居留的時候 才發現說 CPM上面的 預約系統 滿到爆炸 就是 當時 當時可以 預約的 時間 呃 最早已經是 5月 多 5月 十幾號的樣子 但是 就我 2月10號去跟 UBS銀行開戶 我最晚 必須要在5月10號以前 教教我的 去留證 呃 這樣子的話 就是一定是來不及 我的帳戶 可能是 會被關起來的 我就非常緊張 因為 沒有銀行帳戶沒有清水啊 我不想餓死在這裡 所以呢我就 做了一個 對他們來說 可能很 我覺得對 他們來說可能是 因為很莽撞 或是沒有那麼 有禮貌的行為 但我覺得對 我們這種 外國人 尤其是 會 容易不吭聲 被 被吃虧的 就是 亞洲人來說 是一個 我覺得 算是一個 有 爭取自己利益的舉動吧 但是 畢竟出國前 大家可能 在我出國前 我可能就有聽過 可能大家有聽過一句話就是說 在國外生活 你沒有問你自己發聲的話 不會有人會去care你的 那 我就 準備好我的文件 然後 準備好我真正的工作合約 還有 我又再填寫了一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落掉的篇 寫這麼多遍 OK 然後還有我的護照銀本 然後 裝在一個信封裡面呢 現場跑去 OCPM 我想說 我可不可以現場去排隊 如果 他們有碰檔的時候呢 就可以 就可以去 處理我的 案件這樣子 呃 這件事情是因為我的 實驗室的中國同事 告訴我說 他 因為他比較早來 他來 瑞士的時候 大概可能 三四年前吧 那個時候 沒有 線上 預約系統這種 事情 都是現場去排隊的 然後 所以我就想說 好那我就去現場排 這樣子 我可以花時間去等 我就把那一整天 留下來為出這件事情 結果 我到了 現場之後呢 當 此的 呃 會台 以及 CPM的官員 都說 嗯小姐 你沒有 預約 你沒有 appointment 你不可以 這樣 你不可以進去辦理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說 但是你們的appointment 和預約的時間 已經 超過我的 銀行 呃 帳戶可以 等待的時間了 或 這樣要怎麼辦 那 那個 秘密官員 就給了我一個 小單子 一個傳單 然後上面 有一個電話號碼 他告訴我說 好那你打正式電話號碼 去 告訴他 你的 你的問題 這樣子 好我就 我就在 那個 那個 ocpm 辦公司 現場 打 耐通電話 耐通電話 永遠 打不通 就 會告訴你說 而且是用 法文說 但是 還好 occupied 法文跟英文 聽起來很像 所以我可以理解說 就是 戰線 那我就 又充去跟葵台說 小姐 你告訴我的 這個電話號碼 永遠打不通 這是 正常的嗎 沒有別式電話可以打嗎 然後 他們就告訴我 說 你就要有耐心啊 你就一直打 一直打 一直打 有一天你就會打痛 我就非常的火大 他們要 他們展現出來的態度就是說 這是你假的事 不管我是啊 這樣子 然後 我就非常的火大 然後 就想想想說 我耗了那個電池 一直打電話 也不是辦法 而且我那時候手機也還沒電了錯 我就回到了實驗室去 做我的事情 然後透控手打一下電話 這樣子 終於打通了 在 當天的中午 在當天的中午打通 而且打通的那個狀態是 我 自己打算 再殺去現場 然後 告訴 現場的官員 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事先提交我的 穩健 然後 呃 再另外去預約 這樣子 反正總之我就是想再去 傳關第二遍 這樣 那個過程中 我在搭公車的路上 電話而接通 然後 我就說 我就說明了我的情形之後 電話那邊的那個 客服嘛 反正他也是展現一副 我不知道啊 這是你的問題啊 那 我們的規則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還可以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他說 so what can I do 然後那個人就是 I don't know so 然後想說你 so so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 反而是由我提出一個解決方案 我就說 好那可不可以我將我的文件 呃先寄到你們那裡 那你們可不可以就是 看看能不能先處理 然後我在刷新那個預約 系統 預約到了一個時間之後 去做的罷用 然後大家拿我的permit這樣子 因為我據說 很多人都是採完你的指紋 跟照完相片之後 又再多等一個月 才會收到你的拘留證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實在是不太誇張 就太久了 就算我真的是 五月中的時候 約到五月中的時候 我就做buyel 那我還要 我可以跟 我可能可以跟銀行說 呃我拿著我的 我的buyel appointment 我一接然後去跟銀行說 我已經五月了 只是你們的政府官員太慢了 可不可以 暫眼我的 呃 賬戶的 呃 合法出貨時間 我本來是預想這樣子 OK 那 那個電話那段的 客服人員才同意 然後我這麼做 然後我就跟他說 啊 actually I'm on the way to your office Can I just directly give you my document 然後那個人就說 不不你就是 你就是把你的文件寄回來 然後我想說 有沒有這麼不合理 我就拿著我的文件衝到現場 因為那一天早上 我就是在現場打電話 我有看到有人 把他的一包文件 放進 呃 OCPM一樓的一個 油桶 而且那個油桶 看起來就像是那種 收件油桶 搜搜搜 就是說搜問卷啊 搜件什麼的那種 那種 那種功能 不像是要寄出去的功能 然後我就現場帶著我的文件去之後 大門的那個櫃檯 就問我說小貞 你有什麼問題 你有什麼事情要辦 我就跟他說 我想要交交我的 呃 簽證的文件 這樣子 請問我可以交在哪裡 那個管人就很迷說 當然 跟我說 喔你就交在那個大廳中間的那個油桶 你就好啦 我想說 他們真的就是有這樣一個方案 他是 譬如說 電話也客服人員 不會主動告訴你這件事情 那我早上的時候 所遇到的 那個櫃檯人員是 跟下午是不同的 他也沒有主動告訴我這個方案 所以我覺得他們真的是非常的荒謬 好我就 將我的 呃 相關文件放在那個 油桶裡面之後 我就回家 然後再不停的刷新約 預約系統 終於刷到一個四月底的時間 我就在四月底的時候去 採集我的指紋跟照相 那那個當下呢 卻沒有馬上拿到我的簽證 但是我沒有 我那時候就已經覺得 我累了我不想再去爭這些 而且因為 剛剛好 他們OCPM的office 換了 壁房 他們好像蓋了一個新的office 原先 呃 我去的是 Geneva的 可能是舊的office 在Lawc 然後 我當天 不是我自己有 有自己的馬鑽 就是 我沒有看到我的appointment 檔案上面有告訴我 說去 辦理的office 地址不在launching 然後 反正我覺得 衝去launching之後 那個櫃檯 就告訴我說 我要去另外一個地方 在IKEA附近 就是等於是 南遠北城 他們在 Newa的北方 又蓋了一個新的office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說 到了新的office 找完箱跟採完字 然後我就覺得 不行 我 覺得我沒有辦法去 去爭 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整個就是 辦公室的人 就換了新的EP 然後整個到另外一個地方 去辦公 我覺得我去跟他們說 呃 大約一個多月前 你們自己 呃 內部的客服人員 答應我說 我將我的文件 這樣子處理 我就可以大家 拿到我的permit 我覺得他們一定不會瞄我 然後我就就是 有點失望回家 結果 大概一個禮拜 不到的時間 我就 發 我就收到 收到我的permit了 而且 收到permit的房子 是 他們會藉由 郵寄的房子 寄到你家 就是我在 他會告訴你說 你在你的formate 上面 你會留 你的聯絡地址 那他們會將你的這個文件寄到你的地址 那我覺得他們整個作業系統都是非常的 就是有很多地方非常的荒謬 例如說 我現在是 好不容易在這個事件之前住到了一個地方 我有我自己的地址 假設我還是一樣跟之前一樣住在旅館的話 或是我在這個期間曾經穿死 然後換過位子 我在我的formate上面填的是魚館的椅子 反而 呃 後來我才找到房子 我沒有辦法再去更改我formate 衣下面的椅子的話 那就 我的證件就不見了 所以我就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神奇的 操作方式 總之呢 他們就 用郵件 把我的證 證件寄來 但是 因為他們的 他們寄東西 沒有 應該是說 沒有門牌號碼 他們的地址最小檔位 就是到 Building 就是公寓的 一樓的號碼 但是 一般來說 不會寫你的room number 應該很大過 不會寫你的room number 會寫你的 會寫你的名字 那 我就是 有一天 就在我的心裡面看到 有一個郵局的領件通知 然後我想說 這怎麼 怎麼會有 通常會有的這個 領件通知 通常是譬如說 你有一個很大包裹 但是 我也曾經在那之前收到包裹 那 那個時候以後 我才是直接拿上樓 來在我的門口 房間門口按鈴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這次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就拿著我的護照去 我去領了他 之後 才知道說 才發現是我的簽證 而且簽證是一個 就是卡片一樣的東西 卡片形狀的東西 這樣子 好 我本來以為是我的 健保卡 這樣 好 那我覺得 我的健保呢 應該就是在等到我的簽證 應該是在等我 提交我的簽證 一份之後 他才要把我的健保卡期待 雖然我已經繳繳了我的健保費了 我覺得這個 國家的行政問題 實在是非常的混亂 而且我後來再聽說 不是我一個人遇到這樣的問題 有一段中國同事 其中一個中國同事 其中一個中國同事 要從德國SHIFT到RESNIMAWA來 然後在我們同一個研究單位的別的樓層工作 那他也是遇到一樣的問題 行政人員就跟他說他要先去辦理簽證之後才可以來辦工作合員 而簽證的話你當然要提這個工作合員 才能去辦你的 所以這是一個基生代誕生期的狀況 這是非常的誇張 而且好我剛剛沒有提講到說 有一天直接現場帶了我的文件sash office 那一天就是我在那個人籠中排隊的時候 前面有一個亞洲面紅女生 然後叫住那個位台說他的當天預約的時間是某個時間點 但是他錯過因為他迷路 先不去計較說他這個理由是真的還是假的 因為那個櫃台說 那是你迷路可是你已經迷路了兩三個小時嗎這樣子 然後他就不讓那個女生去進去 叫叫他的文件以及去採集他的 file 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有沒有這麼死腦筋 對 然後我那個當下我就跟那個女生說 你聽得懂英文嗎 我對他們都會 用 先用法文告訴你 雖然因為這邊那個官方原來是法文 然後那個人就是 只有告訴那個 用那個英文告訴那個女生說 好吧那你就打這張電話 你去重新約你的時間 這樣子 所以我就後來就是 抓住那個女生說 你聽得懂英文嗎 那我可以告訴你 我說我怎麼解決的 就告訴他說 你其實可以把你的文件 就是放在那個大體的交通意 然後就收到之後 他們會用email通知你 對 但是我覺得呢 首先 他們 這個 這件 欸 這件 這件事情 我不確定在IKEA的新的office 有沒有一個收監有筒 理論上應該有 在Lanxi的旧的office 有沒有收監有筒的話 新的office應該也會有 但是我去新的office的時候 我沒有特別注意到 所以我覺得 其實理論上應該是 各個週的 那個 週的 OCPM 都應該會有一個 手間通 OK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的建議就不重要了 好吧 總之就是首先你要先想辦法 確認你的工作合約 是真的工作合約 然後帶著你的工作合約 去 移民室那邊 去做你的申請 然後我們就要當期 那 預約 Appointment呢 你 預約不到的話 你可以一直刷新 但他們那個刷新也蠻奇怪的 就是 你要刷 你刷新的時候 你要重新預約的時候 你要放棄你原先的預約 那 都不知道 他們就 沒有想過 當你放棄了原先預約的話 然後你想要換的 新的預約 時間已經被 沾去的話 那你就等於說 你可能時間 會再往後 這樣 這是一個非常生氣的問題 而且還 喔對 他們還有一個很生氣的問題 就是 譬如說 像我或是那個 亞洲女生一樣 你錯過了原先的預約的話 你的個人的 你的帳戶 可以關起來 那我自己就是 寫信 去 就是 回信去 跟那個 呃 當初寄信來 寄我的帳戶 來的那個 信箱去 阿比如說 你們把我的帳戶 關起來了 我沒有辦法重新預約 怎麼辦 然後 過了大概 快一個禮拜 他們才 重新重啟了我的帳戶 我才能重新去做的appointment 不然 他們 當 地的 他們 那個 那個 OCPM的官員的 說法 說你可以到我們的 OCPM的 網站上 留言板 提出你的問題 他們那個留言板 就是 拳拳拳拳 我也是在那個 留言板留言過 說我的帳位管 我需要重新預約 怎麼辦 沒有 任何的回應 唉唷 穿了拖子 太生氣了 唉 總之呢 希望我的經驗 血淚經驗分享 可以 幫助到 有這個失求的人 可以加速你 拿到你的簽證的時間 OK 我覺得 行政效率這件事情 真的是我在 類似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 是 一 二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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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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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